下半年经济的走势会如何发展 我想这也要全面辩证地来看 一个方面我们确实要看到 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在增多 国内有效的需求不足 经济一行出现分化 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 而且新旧动能转换 确实也存在一些阵痛 这些困难挑战既有外部环境变乱交织的影响 也有经济结构变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要经历的阵痛 但是我们回顾过去这些年经济发展的历史 大家也会发现 我国经济正是在克服一个又一个 困难挑战的过程当中 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另一个方面我想我们更要看到 经济运行当中 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 也在不断地积累 从外部的机遇看 国际贸易增长 目前不断地有所恢复 新兴经济体发展是比较快的 这有利于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 发挥我们的优势 拓展国际市场 从宏观政策的组合来看 最近党中央国务院推出的两重两新等重大举措 正在加快推进 还有超长期特别国债 中央预算内投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以及去年就是2023年增发国债等等的项目建设 都在加快地推进 加快形成实物的工作量 应该说逆周期政策调节 我们仍有足够的空间 那么从高质量发展的态势来看 各地在因地制宜的发展新制生产力 大家都知道 新能源汽车等新型产业 现在发展势头是非常良好的 而且我们国家 在有序地布局 未来产业的发展 新动能正在加速成长 绿色低碳转型 也在扎实地推进 那么从发展活力上看 最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刚刚胜利闭幕不久 三中全会部署了一系列 重大的改革举措 这将有力破解深层次 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的矛盾 极大的激发经营主体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